大家好 又到了收視以後的EJMarkets的時間 我是呂婉營 我今天星期就假期多 昨天我們就是清明節假期 但是歐美股市就繼續有市 歐美股市昨晚雖然是做好 但是美國總統特朗普突然間在今早 亞洲時段未開市的時候 就突然間公佈說會有見中國不公平的報復措施 他就下令美國貿易代表處 說要他們根據301條款 對額外1000億美元的中國進口貨品 徵收關稅的可能性 叫他們研究 可能性就是研究 而且確認哪些產品是適合徵收關稅的 那出去之後 對市影響是怎樣 美國就收了市 今天內地是繼續假期 亞洲局市今天來說是怎樣 普遍都是偏遠 偏遠又不是跌很多 那你見輕微下跌 不算跌幅顯著 反而跌幅比較顯著的是什麼 就是美國股市 到瓊斯公元平均指數的亞洲時段 他們今早曾經跌過466點 現在跌幅收窄回跌217 最新做24251 而納斯特克指數期貨 亞洲時段今早一度跌過 114點 現在最新做6544-56點 跌0.86% 然後標普500指數的期貨 今早亞洲時段一度跌過41點 現在最新跌20點 報2641 報2641跌幅0.78% 即是跌幅收窄了一半 而港股方面 今天還未跌過 今天恒指一升到底 恒指今天高了232點之後 最多是升到462點 接著曾經升幅收窄 仍然是升到90點 收市總計升到326報 29844 升到1.1 成家不過不夠1千億 跌了986多 國企指數同樣是一升到底 高開74點之後 一度升過192 最差的時候都升過21 收市升110 報11,967 升百分之0.9 現在在看的是 信報旗下的股票增細工具 EGFQ中的信號 裡面有很多不同的數據 其中現在我們在看的是 其中一個分項叫大市指標 裡面有一個指分項 叫做升跌比例 這裡可以看到 過去兩個星期 過去一個月 大市剩下這麼多股份 裡面究竟升跌比例是多少 今天5乘6股份上升 4乘4股份下跌 上升管漸多數 恒指成份股方面 8乘2股份上升 1乘8股份下跌 再拉下一點 看到國企指數成份股裡面 都是升的有8乘半 下跌的是1乘半 而實際上有港股全日收市價 始終騰上400元邊 都很多朋友有興趣 今天升8.2 升1乘2.06 平保也升5毫半 升79.5 升0.7 恒生中國ETF 升8毫升0.67 友邦升9毫升1.43 建行升毫2 升1.5 匯控升6毫半 升0.9 中行升一線 港交所升1.6 升5.5 升5.0.64 營赴基金升3毫半 升1.18 公行升5.0 升5.0.76 今天來講 想看一些 浪人股今天 一線浪人股做得好 最新高盛 對於浪人股也出了最新報告 他們看公行的12目標價 由7.2 調升到8.5 投資評價由中性調高到馬入 中行4.5目標價 調高到4.7 不過投資評價是中性 建行由9.3 調高到目標價10.8 投資評價是馬入 農行由4.5目標高到4.8 不過投資評級由馬入 調低到中性 而超行高盛比12目標價 由37.5 調高到42.2 投資評價是馬入 交行6.4 調高到6.3 調低到6.3 投資評價是沽售 銀儲銀行5.2 大幅調高到6.5目標價 投資評價不下入 重慶農村雖鹽銀行 由6.2 調高到7.1目標價 不過投資評價是中性 今天一線浪人股可以說是普漲 除了信行 逆市下跌一仙之外 勝負最理想的是 銀儲銀行 升幅值1.6 然後建行升幅值1.5 然後本領銀行股 和國際銀行股 今天也是普漲 而恒星銀行升幅值2.8 跟著和渣打升幅值1.5 升幅較大 還有保險股 德銀最新 就是對保險股有最新的看法 他們將國售的12個目標 由28.5 調低到24.7 投資評價是持有 平保由104.4 調低到95.2 泰保由51元 大幅調低到42.8 不過兩間的看法 都是買入 新華保險由51.5 調低到48.8 投資評級 不過由持有 調高到買入 泰平由41.6 調低到34.2 不過投資評價是買入 人保由4.5 調低到4元 財險由16.6 調低到15.4 中國再保險由2.1 調低到過9 三隻股份的投資評級 都是持有 似乎德銀對於保險股的看法比較保守 大部分都調低了目標價 大和對平保的12個目標價 也由80元調低到78元 投資評級為持有 他們對於有幫保險的12個目標價 也由86元調高到88元 投資評級就是買入 今天保險股 其實個別發展之餘 都算是普遍上升居多 升幅最理想的就是 新華人壽升1.8% 然後有幫升1.4% 而跌幅較大就是財險跌1.3% 還有今天內房內地勸商股 也普遍表現不錯 其中二隻國泰軍安 升1.2.2% 升幅最理想 還有內房股 今天大中小銀行股普遍上升 一線銀內房股 以恒大升幅7.6% 升幅最理想 然後就是龍湖升幅2.8% 位置地升幅2.1% 二線內房股 以牙居禄升幅4.6% 和世銀房升幅3.1% 升幅較大 三線內房股 以牙峽景泰庫升幅1.7% 和街市業升幅1.6% 升幅較大 還有四線內房股 就是漁州地產升幅3.2% 然後是中進事業升幅2% 升幅較大 除了內房股之外 今天科網股終於肯彈本地地產股 有好幾隻做得不錯 以新世界升幅2.7% 接著就是新龍紀地產 和華匯得峰升幅1.7% 升幅較大 另外科網股 今天終於有些顯著的反彈 特別就是二隻金碟國債 升幅8.7% 接著中國擎天元件 升幅4.3%的升幅較理想 汽車製造商今天普漲 二隻華晨中國升幅6.9% 和北京汽車升幅4.6%的升幅較大 好了 石油石化股又如何呢 也有很多朋友問過 中石化 似乎很多勸商 對於中石化派息慷慨 看過去一線 大摩將中石化的12個目標 還是八角三無三投資平均 就是增持的 石油石化股也是普遍做好 三桶油都是上升的 八百三中海牛升幅2.2% 然後三百六中石化升幅2.5% 六中石油升幅1.1% 石化股當中 以中石化年化升幅2.5%的升幅較大 然後又是我的外股 勸商們對於三星也有最新的看法 大摩將三星的12個目標價 17元調高到21元 投資平均為增持 野村雖然將它12個目標 由9.5元大幅調高到19.3元 但投資平均是中性 正約股方面 虧跌其實它已經不肯跌了 今日各別都繼續表現理想 三星就有升幅最大的這一版 升幅2.9% 但是四環就跌回3% 山東新華製薬也跌回1.8% 而這一版的製薬股裏 做得最好就是石四藥 升幅6.4% 但也不算是東陽光藥 升幅8.3% 而神威藥業也升幅4.7% 所以我的股金 電幅比較顯著 跌幅2.4% 好 接著電池股金 亦都表現理想 好像是天能動力 升幅4.6% 超威動力升幅2.8% 但比亞迪電子 就跌 再跌2.8% 電信股今天也是普漲的 本地電信股也一樣 以內電信股裡面 就是二隻聯通 升幅3.1% 以及中移動 升幅1.6% 升幅較大 接著電信設備股 有幾隻是反彈顯著的 普天通訊 升幅5.7% 長飛光 超火南 升幅3.1% 還有就是重型設備股 今天普漲以中國龍東 升幅5% 以及圍柴 升幅4.5% 還有就是三一國 升幅5.7% 升幅較大 鐵路基建股今天也是普漲 升幅最大的就是中鐵建 升幅2.5% 還有鋼鐵股 除了重型鋼鐵 是逆市下跌之外 今天也是普漲 升幅最理想的就是馬鋼 升幅5.2% 接著就是鞍鋼 升幅4.3% 基本金屬股也是普漲的 二十五項資源 升幅3.7% 以及中鐵中旺 升幅2.4% 升幅較大 還有水泥股今天也是普漲 上個假期前有朋友問 是華人水泥還是海螺 我們剛才都說 如果根據IAplus的顯示 和Fscore的顯示 似乎是1313 華人水泥就盛一槽 但是今天兩隻都表現好 華人水泥升幅5.8% 可以拿升幅5.3% 封電股今天表現也是理想 除了一隻水泥新能源 逆市下跌之外 你看看新天綠色能源 升幅5.9% 接著就是華能新能源 升幅5.5% 華電福生和大潼新能源 升幅5.4% 航空股今天也是普漲 北京受到機場 升幅3.2% 南方航空也升幅1.5% 接著就是民航 信息網路升幅3.5% 接著綜合企業股 零石考出的就是 泰固A升幅2.5% 接著就是復星升幅1.7% 聯想控股升幅1.6% 零售股今天做得很好 除了洛西泥 液市下跌幅2.4%之外 幾乎是普漲 以SASA升幅6.9% 接著就是 Dano升幅3.6%的升幅較大 還有體育融品股今天也有普漲 以李寧升幅3.8% 和361度升幅3.3%的升幅較大 還有食品股裡面 除了周鏗鴨逆四下跌之外 今天也有普遍多理想 而就是統一企業 升幅2.2% 以及中國黃黃升幅 都是一樣 但立不小心又升幅3.5% 好 說了那麼多之後 就是看到 雖然今天大事叫做反彈 但是可以說暫時都還未擺脫危機 如果你從技術走勢上去看的話 從技術走勢上去看的話 正如我們信報首席 經濟合作者李子毅所說 恒生指數自從2月19日這一天 2月9日最低見過2.9日 1.29日之後 跟著2月9日之後 一直都是行一個長方形的趨勢 長方形的趨勢去走勢 長方形的底線支持位 大概是29,850 這一天 星期三就僅僅跌穿了 今天就剛剛差不多收回這個位 今天就收29844 差不多收回現在長方形底部 算是稍微 很尷尬 這個位置正在邊欄 所以可以說暫時在技術上 還未擺脫危機 如果再一次跌穿 站不穩這個長方形底部 即是29850的話 有機會技術上會再往下走 下一個支持位 Erin說的就是28,900到29,100 這個就是成交密集區頂部 和2月9日低位 和200天移動平均線 那個位置 所以技術上暫時 不是太有利 但今天及時又站穩一點 還未擺脫危機 因為你想想 今早 大家好像當沒事 可能仍然投資者 都覺得互相在靠客 但是其實大家出口數都講得很大 先是美國講500億 跟著我們中國大回來500億 跟著今早特朗普大多你1000億 就是大家拿一些 額外徵收關稅的 進口關稅的名單出來 那究竟仍然停留在靠客 在大家空大家的階段 只是說真的 那其實是要觀望 所以我都覺得現在 我會一動不如一靜 先觀望著 但是你仍然都是看回 不忘初心 就是現在看回 市體的原因 就是因為說 全球經濟增長 你想企業盈利的收復 是仍然有進展和良好 暫時是未改變的 所以現在這些 有因為貿易糾紛 所以有影響 所以都是密切留意著 如果你說貿易糾紛 可以結束的話 其實都說應該要買的機會 我覺得是較大的 即是贏面是較大的 即是贏面是較大的 好 看看誰先 我們今天 唉 不好意思了 又生病了 唉呀 真的 所以今天穿了幾紅色的衣服 來枉枉它 已經昨天全天都在這裡睡覺了 已經 好 唉呀 一時看不到你們 看不到你們的留言 好 今天 Hello 有阿夫露 你叫夫露啊 接著有 Chilling Line Hello 有E-Mac Wong 有大飛俠 有了桂懷 有Tag Fight Chan 有華春聰 好 阿夫露想看看1997 就是狗倉自業 這隻狗倉分散了出來 無久的股份 想 你想怎樣 它其實都是短期走 應該長方形走勢 其實一直都是在49.8和55元走 現在又想再接近它 我想短期來說 突破了這個才算 如果再看其他的技術指標的話 我們可以看它的RA Plus 這個就是我們其中 EGFQ的一個功能 就叫做RA Plus 它就是一個很簡單的圖表 去讓你看到 究竟現在短期走勢上面 它的相對動力和相對的表現是怎樣 現在它仍然在落後區 不想著了 如果未有貨的話 看看有沒有分析員 很分奇 6個分析員認為買入 或者增持 7個認為持有 他們分析員 平均目標價57.32 還有6%的潛在上升空間 57.32 平均目標價 還有6%的潛在上升空間 你可以參考一下 但是這些這樣 暫時未擺脫這些上落市位 這樣的走勢 好 我們先看著一隻 因為這裡有很多朋友問 接著就有周桂偉想看1113 這隻啊 長實集團 嘩 這樣的走勢都不想了吧 嘩 但是恆子 這些擺明叫跑輸 恆子上次在長方形底部站穩 它連續整個星期都站不穩 長方形底部還往下走 未買的話當然不想著 就是我 我自己的投資方式 就是要等那個短期趨勢也好 出來一點點 我才會賣 原因就是 你不像成哥 巴菲特那些 有這麼多本錢 可以讓讓股份放著來等 折著錢來等 我自己的投資方法 第一 我怕死 錢又不夠多 我通常會選一些 我會選強勢股的 那還要是那些股份 那個短期上升趨勢 出了一點點來 我才會想的 那現在這些走勢 跑輸大事就不想著了 如果你未有貨的話 如果有貨的朋友 我們可以看看其他的指標 怎樣看 好 長實集團 他短期的RA plus 都是告訴你 嘩 都很醜怪 在落後區還要繼續往下走 未能彈上來 所以就不想著了 但基本因素方面又怎樣呢 15個分析員認為馬鈴增持 4個認為持有 現在距離分析員的 平均目標價 81.84 還有26.1%的潛在常識空間 他現在是否算貴呢 在估值上面 看看有沒有 這個參考是沒有的 OK 就先看這個 然後還有 Y春聰想看27號銀河娛 很多朋友喜歡看27號銀河娛 很好啊 銀河娛樂 一直都在一個很漂亮的上升軌 這麼漂亮的上升軌 有貨的話 當然是繼續拿著 想也不用想 不就是 這麼漂亮的上升軌 你看看漂亮得到 這樣想的 有貨當然是繼續拿著 如果沒有貨的話 你說能不能進入 這些這樣 上面好像沒什麼肉食一樣 短期來說沒有什麼東西 突然被大手的上升軌 那 沒有貨的話 這個位馬又不是很傻 但是你看看其他的指標 它叫R.A. Plus 就告訴你 它是轉躍了 由領先區走了 去轉差區 所以未有貨的話 都不想著 有貨的話 有貨的話 如果你拿長 如果R.A. Plus 看比較短線 如果你拿長線 的話 這樣的形勢 我就會繼續拿著 就在看你的指站位 我們之前在節目裡說過 什麼叫指站位 其實指站位 你可以什麼都不會 簡單來說 就是你願意拿現在 你潛在的利潤多少出來 去搏它再往上走 假設好像在這裡 如果說你是68元買入 今天收70.5元 你是 假設68.5元買入 即是你現在潛在 帳面上賺了4元 如果你帳面上賺了4元 假設你認為我想拿 你的帳面賺了4元 我就用2元出來搏 那你68.5元買 即是說你的指站位 就定在70.5元 如果它不跌穿70.5元 你就繼續持有 即是如果是這樣 如果跌穿了 就走 這個就問一下 今天收70.5元 這就是很簡單的 我們所說的 不斷地把指站位往上推 如果它又上升 那你就又再推高2元 把指站位 明白嗎 你願意拿多少的潛在利潤 再搏它往上走 好 那如果再看它 基本因素方面 27元銀行月落 哇 22個分析員 看法都認為買入持有 買入增持有 5個認為持有 現在距離分析員 平均目標價 76.44元 還有8.7%的潛在上升空間 那它現在算是貴還是便宜 它現在算是不貴的 算是 估值上不貴的 所以 27元銀行月落 是一直都可以想的股份 好 接著 又有Wing Hong Channel 多謝 這些忽冷忽異的天氣真是慘 我很少病得那麼密 農曆新年病完之後又有病 我昨天全日起床睡覺 我會在這裡 好 Hello 多謝大家 有 春 春 開 Fan 多謝 你 跟著有 威聲 都多謝 有 KidR Lang 380港交所 290元買了 7.0 騰訊430元買了 那 說真的 騰訊如果你持有短線的話 如果你騰訊是持有短線的話 不是持有長線的話 430元也不是那麼害怕 如果你說騰訊是玩短線的話 玩短線的話就看緊一點 如果騰訊是玩短線的話 這一下 我假設是這個買進來 430元大概是 他衝到上來這裡 當時如果你430元買的話 他曾經上去這裡 上去460元 假設 你有30元 用剛才的principle 假設你願意用10元來搏他 不要說騰訊最近很大波幅 例如你有30元的潛在升幅 在這裡 這裡 假設你430元買了 你最高升幅是430元 假設你用15元的潛在利潤 來搏他再往上走的話 如果你玩短線 其實 你445元就應該走了 是不是 所以 所以 你剛才要搞先說 你拿著那些股份 你是玩短打還是長線 如果短打的話 就看緊一點 如果你說你長線的 你可能剛剛落第一部分 剛剛落第一部分 430元 你長線看好他的 那他再跌深一點 你就再加住 所以 我又覺得 同事到現在 我都沒有動搖過 我對中長線的看法 在現在這一刻 我覺得430元拿著他 好 接著 至於你說港交所 港交所 一個多兩個月之前 都跟大家說過 他似乎 短線來說 利好他 本來看好他的部分因素 似乎有少改變 最主要就是 內地的CDR 對他的影響 暫時不知道 那麼 380元港交所 290元買了 就是那句 你那個290元港交所 買了 我不知道你是這個 這個的290元 這個290元 還是這一次的290元 但是怎樣也好 你買了的時候 你哪一個290元買了的話 你見他都幾次 就是輕穿一穿 200 300元都不到 又落回來 其實你都 如果你看得這麼短的話 根本280元左右 如果你說現在 港交所技術走勢 其實真的轉差了 又是跌穿了 100天線 那麼久都不肯上回來 還好像沒有什麼 彈上去 可能真的要捱一捱架了 其他的技術指標方面 還有300元港交所 他的RA Plus 用來看短期的 短線一點的技術走勢 他一直在落後區 不用想 不過好在現在 輕輕押上來 基本因素方面又怎樣 看看FA Plus 10個分析員的體化 都是買入或者增持 8個體持有 2個體沽出 可以說一步一半 距離分析員的 平均目標價 310.64 還有24.8%的潛在上升空間 這個可以參考一下 但是短期來說 那兩隻股份 你都是要捱一捱架的 還有都是問清楚這一句 你究竟是想著 是中長線看好 還是短打 短打的話 就要嚴格些 守紀律 如果你想著中長線 你都是覺得看好的 其實CDR的影響 內地的CDR 簡單來說會搶了 港交所多少生意 不知道 本來預期北水持續流入 這個是大趨勢 但是短期來說 你北水流入又慢了 所以這些短期來說 對港交所也不是不有利 但是我始終都是相信 中國 香港就是中國國際 中國的國際中金融中心的地位 其實是不會改變的 哪怕你多了一個深圳也好 多了一個上海也好 一個國家是可以有幾個金融中心的 而香港 由歷史累積下來這麼多的信譽 你沒有理由會不要這個國際商業中心的 只不過就可能 沒有以前地位這麼獨特 所以其實中線來說 港交所也是可以的 現在先捱一捱一駕 然後就 Herman Wu 2338 好 看看2338 圍柴動力 這麼漂亮 這麼漂亮 怎麼回答你 棒棒棒棒棒棒 衝到上來 有課的話 當然繼續拿著 說裂口上升 裂口上升 不過兩次裂口上升 之後會不會下來補回裂口 不一定 不過有機會下來補回裂口 還有就是 過去三個月幾次 差不多一碰到RSI14天 一碰到七成以上 都有一些回落 反而上次這個頂位十個八個半 看看他能否突破 這個是他很久很久以來的十個八 已經是2011年以來的高位 已經 所以短期來說 這個是不是這麼容易 又不夠升穿 他上次也是來到這裏 這個位置 接著就回落 有機會 衝了連續 升了四大日之後 有機會回落 短期 如果你有課的話 如果再看其他的 的RA Plus 現在就告訴你 哇 很漂亮 現在上來改善區 但都未去到零先區 所以 如果RA Plus方面 咦 都很一半半 五個分析認為馬合增持 五個認為持有兩個沽出 他們分析平均目標價 10.5毛半 還有9.6%的潛在上升空間 這個可以讓你們參考一下 但是有課的話就拿著 沒有課的話 這個位置不想了 有機會回落 因為有機會 有機會衝了四天之後 會計算 然後就有 Michelle AC 我已經拍了 我差不多檸檬當糖吃了 你好 謝謝 有Dennis Zhang Dennis Zhang問 月文為什麼這麼差 月文不可以入住 以為他收夠醜 咬上來 但是又不是 我的風格 你的風格可能不同 我看到那隻股份 有一個上升 少少趨勢出了 我才會想 我不會趁低買 我自己的想法就是 其實如果你不是基因經理 或者分析員 你說要我們普通散戶 接觸不到管理層 也都接觸不到管理層的上游 和它的下游 即公司的上游和下游 你很難憑我們就這樣看年報 這些是會發掘到一些 我們叫做 價值未釋放的股份 發掘到也好 你可能要放很久 這就是為什麼我所說的 除非你有很多閒錢在這裏 但我不是 所以我不會買來放 因為可能要放很久 然後大飛俠說 我不是傷心 是傷風 好 Full Low說 成份股RA plus改善區有哪些 咦 這個 我先找一下 好 接著有Peter Yu Hello 謝謝你 Ychung Calvin Lee 謝謝你 葳磚聰想問一下恆大 好 恆大 我們看看恆大 3333 內房股入面 恆大在橫行 難得今天升上一點 橫行未見有突破 這些未有貨的話就不想著 至於其他基本因素方面的看法 好 看看3333 恆大 先看FA plus Fa plus 10一個分析員認為買入增持7個持有1個認為沽出 距離分析員平均目標價31.94 還有34點的潛在上升空間 它現在的估值算是便宜還是貴 不算貴 但不算特別便宜 這個可以給你參考一下 但是這些 通常這些扭碼住的我也是會不想著的 沒有給你看 我也是會不想著的 這樣扭碼住 好 今晚美國 今晚美國最重要是公佈3月的借業數據 以及2月消費者信貸 3月借業數據更加看到 究竟今年加息會會不會加快或加慢 特別留意 而且還有就是 美麗糾紛的發展 究竟這段時間差不多 那就留下星期一 飯巧如開事前 再和大家一起去JMarkets 拜拜